苹果6SP加长4G天线 咱们上个月去深山测试完了 接下来残害这台苹果X 首先升级一个1200万像素的红外夜市摄像头 这款手机呢有两颗摄像头 上面是主摄 下面是景深人像摄像头 平时呢都是用上面这颗摄像头 1200万像素 所以改装呢也是动上面这颗 拧下底部两颗螺丝 拧下盖板所有螺丝 所有排线座的盖板 断开电池 断开屏幕 摄像头听筒 屏幕拆下上面有听筒 拆下摄像头固定支架 摄像头拆下 两颗分别是1200万像素的主摄 1200万像素的人像 景深摄像头 贴上防尘胶带 接下来将主摄从防滚支架里抠出来 周边有黑胶 主摄镜头 后面还有个铁皮罩 抠下 抠掉这层底壳呢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电路板了 清理一下边缘密封胶 需要准备一个超薄电烙铁尖 焊下摄像头 对焦马达 上面有蓝光 拨片组 一共9个焊角 现在拨片组和图像传感器呢 已经分开了 对焦马达 拨片组 长这个样子 接下来150度 加热 抠下图像传感器上面的 红外 绿光片 一张绿色的玻璃 四周有黑胶 抠下来的绿光片 抠掉绿光片的图像传感器 接下来把他俩再焊回去 焊好脚位 现在可以安装了 撕掉保护膜 装进支架 内部安装完成 又丢了一颗螺丝 进入相机 可以看到画面有一些偏红 接下来咱们试玩一下 首先是遥控器 普通相机呢 拍不到红外光 改装过的苹果X呢 就可以 广场五金箱干扰器 开机 没有效果 苹果X呢 可以拍摄到它发射的红外信号 监控摄像头 什么都看不见 升级的苹果X可以看到它内部的 元器件 顶部带有激光雷达的扫地机器人 看起来好玩多了 小区的倒闸门 原来里面有这么多的红外接受发射管 这是我之前给6SP准备的红外补光灯 在监控摄像头上拆下来的 5V供电 可以给苹果X夜视补光 夜视很清晰 失败效果 现在院子里漆黑一片 可以看到监控发出的红外光 我丈母娘种的花 非常清晰的红外夜视 苹果X 咱们找时间给它升级一个大电石吧